孫大謙加油 孫大謙加油 支持者力挺高喊加油 孫大謙意外落選 家人忍不住掉下眼淚 原本勝券在握的藍營大票倉 桃園八德爆冷門 由五黨籍的趙振宇 奪下立委席次 今天晚上 我們已經打了一場 非常漂亮的選戰 我們因為努力的不夠 所以我們以些微的差距敗選了 晚間八點多 現身競選總部 承認敗選 孫大謙在地方深耕多年 這回夾著建設政績 力拼連任 但對手是長期耕雲八德市議員 趙振宇有泛藍背景 又獲得綠營支持 藍綠通吃 讓孫大謙吞下敗仗 我想所有的過錯 都有我個人來承擔 我們要繼續團結下去 只要我們能夠團結 只要我們能夠反省 只要我們能夠改革 我相信中國國民黨 我相信中國國民黨 總有一天會再一次贏得民眾的信任 承擔辦選結果 孫大謙以700多票的差距 連任失利 但強調團結改革 希望能重新贏回民眾信任 四年後捲土重來 記者黃教授 溫思函 桃尾報導